嘿嘿 行 天哥 我得提醒你一句 这小的他好像有点背景 狗子的哥从城里来的 背景挺厉害吧 都被他给干啪啪了 咱可小心点 别惹上不该惹的人 哎呦嘿 是天底下没有我碰顶天治不了的人 该给我这是 我天天能顶得住 你等着 我这就下去了 哎 哎 好嘞哥 你下来 我等你啊 哎 哎 小六子 哥 你这么快就下来 走走走 我领你去 六子 叫上狗子给豆包 我们找他算账去 好 喂 大哥叫你 姐啊 真对不住啊 他们刚才 打我实在太疼了 姐啊 没事 姐不怪你 姐啊 那个林一龙是什么身份啊 怎么把狗子他们治得服服帖帖的 我也不知道 挑财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把他刮伤了 带他回来上药 没想到就遇到这么个糟心事 啊 才刚认识 他看着挺有身份 挺有钱的 姐啊 你可要保护住 说什么呢你 大哥 大哥 就是这里啊 老成年那个小年们给我出来 敢欺负我教你 老子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完了 姐 他们报复来了 林大哥又不在 这可咋办啊 没事 我去看看哪回事 你去屋里躲着别出来 那你可小心点姐 这帮人可不好对付 行 我知道了 大哥 这就是这个娘们 刚被教训完就不长进行吗 又来找挨揍是吧 刚才是我天儿哥不在 现在我天儿哥来了 我看你们还装不装 哎哟 这个小娘们挺带劲啊 怪不得你们都控制不住啊 我也把舍不住 把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哈哈哈哈 刚才 你们都求饶成啥样了 现在还敢来得死 是不是真想被丢到大街上去啊 哟 这小娘们 还挺冲啊 谁给你的脾气啊 是不是 刚才给你撑腰那小子 那小子见了我 还得叫爷爷呢 撑不住 你的小戏啊 还得我来撑 你别动手动脚的 你们的群人都一样 撑不要脸 天天的就知道调戏女人 还有没有点正事啊 调戏老娘们 就是天大的正事 瞧这小嘴巴巴的 挺能说呀 来 让爷亲一口 你干嘛 哟 躲什么呀 到天哥这来 跟着天哥换 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没有人敢欺负你 来 到天哥这来 你来呀你 走流氓 别跑呀你 你别过来 你给我住下 干嘛呢 你还跑 来来 给我把个柱子拿了 不行 不能拿 不能拿 那你到哥回来来 哥就不拿了 你们这群二溜子 天天就知道欺负女人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就你这样的 哪个女人愿意给你们 老子又得惹你们娘们愿意吗 老子高兴就行 有事 慢着 林一龙和他的保镖就在屋里 小心他带着保镖出来揍你们 怎么回事 大哥 你不知道那个林一龙很厉害的 他就在屋里 你们几个败蛋 吓唬你们的 真要在屋里 早出来了 哈哈哈 大哥 不可以是大哥 就是高啊 他和保镖正在屋里谈事情 说完就出来了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一样 天天的无所事事 整天就知道在大街上 你以为人都知道在大街上瞎会 瞎溜达怎么了 老子 就溜达说一片天 你也不打听打听啊 谁不知道我旁顶天 还顶天呢 你看你这小个头 还没有我高吧 你他妈再说一遍 你这个臭娘们 你松开我 松开我 你这个臭娘们 给你这阳光里的灿烂 你以为老子真欺骗你啊 你要耍脾气 老子告诉你 大哥 你这个臭娘们 你敢咬我耳朵 给我上 林一龙马上就来了 你们是不是想找死 是不是想找死 你们几个喘祸 林一龙 肯定不在 给我上 你们不信是不是 我数到3 他就出来了 你们几个喘祸 给我弄死他 上 一 二 三 啊 黄瓜 又是黄瓜 林一龙来了 你们说的黄瓜 还真的不错呀 还真的不错呀 林一龙 你这个来了 大哥 就这小子 他就是林一龙 干什么呢 你们几个 怎么又回来了 你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来了 我就是怕你们几个不胡 回来再报复他们姐弟俩 没想到 你们还真来了 哟 你就是那个打我兄弟那个林一龙吗 看着也不是什么有钱有势的人呀 怎么 你后边这几个是你花钱雇的吧 哈哈哈哈 对 没错 就是我花钱雇的 还不便宜呢 看看 给我说中了吗 就这样的 还把你下车站上 天哥 你别大意 他不是好惹的 哼 哟 看样子 你很有实力嘛 哼 告诉你 方圆十里八岁 都是我的地盘 实相的 给他们磕头道歉 不然 要我动起手了 可不是道歉这么简单了 就你也配叫天哥 真是比天家丢人呀 哟 挺能装逼呀 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这一片只能有一个天哥 那就是我 旁顶天 我说 你狗狗仔看多了吧 你管我看啥的 兄弟们 他给我装逼 给我上 给我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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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你救救我 带走 哎哎哎 你们两个 救救我 哎 什么呀 还有谁 他 给你们多钱 给我打他 我给你们说呗 给我干他 我给你们撒呗 你就跟他混呀 他还不如懂伙子呢 哼 别吵不起来 我对我大哥 忠心当了 哼 陈雪 你最好 乖乖的过来 让我爽一下 不然的话 等我发起脾气来 你们都得完蛋 你就别满嘴谎话了 趁着林一龙还没发怒 你还不赶紧跑 呵呵呵 这小脾气 真有味 多巴 给我把这个小娘们给我扒了 别说大哥自私 大哥 想尝尝线 谢谢大哥 大哥 有我的份吗 我下边 就是你 谢谢大哥 还是我大哥够意思 你们这帮恶心的八眼 连畜生都不如 什么畜生不畜生的 就干那事 还分人给畜生吗 就跟你没干过似的 别说音乐伤口 说不定 音乐还真没干过呢 哎呀 还是大哥眼睛图啊 一眼就看出这小子很不行了 呵呵呵 你们是真让我开眼啊 还有人竟然把自己比作畜生 我和你们不一样 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真男人 我向你们够砸碎 呸 哼 老虎不发威 拿我当病猫嘛 好歹我捧你天 也是十里八车管事的 没有这些本事 怎么能当老大呢 好 那我真是等不及 要看看你的能耐了 哼 既然你想找死 那老子就撕你一死 少爷 杀金烟用斩牛刀 你没事吧 少爷 手指头断了 什么 哈哈哈哈 还真有些本事 哼 这是恋我呀 没这点本事 还不让你这装逼的坏子 给欺负了 我可和那些人不一样 你不能动我 哟哟哟 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场面 还得瑟呢 我要你装 哟哟 厉害呀 你没事吧 哈哈哈哈 现在知道我彭顶天的厉害了吧 还是我大哥厉害 还是我大哥牛逼 狗子的忙玩意 狗逼吗不是 我当年彭顶天 就是靠这个 坏天下的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 失算了 我不知道他那么厉害 早知道 就带我父亲的保镖来了 怎么样 还能站起来吗 还能跑得了吗 你放开他 你不要动他 放开我 我今天就当着你的面 我还弄他 哈哈哈哈 你 放开放开 来吧小宝贝 让我亲一个 哎 你干什么呢 你怎么亲不来嘛 啊 没你们的事啊 给我滚远点 小心连你们一块儿走 那不是豆豹他们吗 咱们赶快走吧 啊 那是要他们来 哈哈 来吧 现在没人耽误我们了 哈哈哈 哈哈